然後到8月15號的時候 日本天皇正式投降 然後9月2號 在東京灣裡面的一個律書裡見 農軍的代表麥克阿瑟 然後日本的代表崇峰會外相 在裡面正式簽署投降出 那麼後面接下來呢 就是剛剛會提到的一些事情 但是在我們中國境內發生的事情是9月9號 9月9號我們正式在南京受想 中國的代表何一清 日本的代表剛春臨次高競臨次 那麼這個呢9月9號等於是 真正在中華民國歷史上最關注的一次 但是不管怎麼樣 在1955年的時候 就是剛剛比市場特別齊了 我們政府正式明明 因為是要尊重盟軍 所以我們在9月3號正式宣布 看見解 我要在這邊特別提一下 在海的那邊 在河的那邊 深圳河的那邊 他們也有一個建軍節 各位進行的並行 八一 八一 請問收報告 各位知不知道八一的這個來源 我們今天講這個故事 我只跟各位提一下 你比較一下 兩邊的一個軍人的日子 有多大的一個差別 我剛剛問的那個理事長 我說你好像以前在張發揮的下面 住過 這部隊裡面住過 因為八月一號的時候 南昌 報道 張發揮下面 有一個軍 兩個師 一個團 高挺腳 就還巨大 這個軍長 兩個師的師長 後來 把國軍的三個軍 繳械 給三軍 給六軍 給九軍 然後他又形成自己的武力之後 他成立一個所謂 中國國民黨 國民黨 國民委員會 然後真正在領導 就是周恩來這些人 但是最有趣的呢 就是這裡面幾個人呢 可能很多人都不是 因為後來來了香港 其中有個師長呢 就是蔡廷幹 有一個師長呢 叫做葉錦 那麼他的軍長呢 叫做霍摩 霍摩 演繹後呢 他的團戰呢 叫做祝德 那麼這幾個人 8月1號暴動了之後呢 因為他的長官 是張發揮 張發揮呢 就從九江 打到南昌 然後呢 把那個祝德的部隊 就打敗了 所以祝德部隊呢 事實上在南昌 只有停 一個禮拜不到的時間 他就往南部走 往南部走 就走到漁皇 就走到廣昌 後來又走到 福建 長丁上航 再從長丁上航 再從長丁上航 在軍都不夠 為了廣東的求召 和散套 那麼在散套的時候呢 以前 那麼蔡廷幹呢 就改變主義了 他就把他的內師 還剩下幾千人呢 就回到中央 所以蔡廷幹呢 這個總統呢 叫他霓虫之伴 又回來了 但是另外幾個部隊呢 後來被在汕頭 國軍的部隊 往西往了 可是呢 是廣西的部隊 打垮了 後來這個部隊呢 就一直逃 逃逃逃逃 逃到重新逃 從九郊 逃到海陸峰 你知道呢 只剩下幾百人了 然後周恩來了 就從海陸峰 晚上 船拖渡 到香港來 這個就是整個 八一的這個故事 這個八一的這個故事呢 某個女兒呢 後來對傀儡來講 還要過和八倍不一樣 因為那個女兒 還等一次 傀儡打腳 打港大腳 但是呢 對國家門局來說 河冷 海陸外壓當有 所以八一的日子 那個九三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那麼在我們 大陸失敗了之後 蔣委員長自己 做了解決 他說 我為什麼會得到的失敗呢 我自己因為身為軍人世家 我看了無數的書 有學者的 有軍人的 有政治家的 他們在檢討 為什麼在大陸會失敗 我看到大概幾十個人 幾百個人寫的這個歷史 但是呢 可能呢 都是蔣公 蔣格是最謙虛 最真實的 蔣公說 我們在大陸失敗 有四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他在1932年的時候 因為跟蘇聯建交 所以蘇聯就開始在中國各地 都有大使館 領事館 辦事處 然後呢 蘇聯的手 就伸入了中國 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蔣公說 他做了五次圍剿 不能大家看清楚 第一次 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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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剿 圍剿基本上都失敗了 但是第五次圍剿呢 是蔣公親自主持 第一次呢 是我們湖南的老大哥 叫做魯迪平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呢 都是合一軍 第五次呢 蔣公親自出馬 二十五萬人 當然 就從江西 一直把對方 一直趕走 但是呢 蔣先生說 他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最後呢 他覺得 他還是用政治來解決 比較好 他自己檢討了 第三個 他覺得犯錯誤呢 是我們東北當初的問題啊 他把它國際化了 叫韓南 用喉嚨過戰的賽雷呢 壓到中國 那麼 他覺得 這就是他犯的 我們大陸世代的 另外 一個 原因 然後 讓聯合國的力量呢 沒有真正的 發揮 那麼 我覺得 作為一個領導人 他會做這樣子的一個檢討 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 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後來 國民政府在台灣的發展 在台灣的深履教訓 在台灣創造的經濟奇蹟 以及政治奇蹟 以及社會的奇蹟 大家呢 是有目共睹的 現在時代不同了 我們這個世界呢 是和平的世界 和平的世界呢 還是要依賴各位 榮光中 黃埔的保全隊友 好好的帶領大家 能夠讓我們中華民族 走向一個更和平 光輝的未來 謝謝大家 我補充一下 潘會長的尊庸 就是潘華國莊軍 就是 香港光復的時候 就是帶領我們國軍 接受香港的 有沒有什麼回事啊 然後我們現在 我們就是有請 我們 從抗戰 剿匪 到現在 剩下 沒有幾位的前輩 有請 萬路 亂路兵 前輩 李詩玉前輩 雙志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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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輩 羅里昂前輩 大家很普通說 他們就是我們的國寶 我們現在 為了他們 他們貢獻 為了對國家的付出 我們送他們一些禮物 做一個祭典 有請我們在理事長 還有 顏書長 好 請請 請 來 這樣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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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四位前面留步 你们四个四位留步 各位 我今天感谢 这四位国宝曾经抗日 挑死 但是除了第二位牢队长之外 这三位都没有赢 因为他们失败了 他们不是打着有新闻力的认识 是中央撤退不了的 第一个你看到 他是我们宪兵保证去黄埔 类传不业 就解散 因为撤退没有交空军会 全家黄埔解散 他就留下几千里 他在香港 这位是黄埔二期的 最后一期的 他下场是什么呢 在大陆 关了三十年 相信你 关了三十年 他在香港 这位 这位 羅匯仰 他是军校 他不是黄埔军校 普通军校 不一样的 他就当中 他们的部队 打败了 皮肤 共产党 就好像现在的教育 思想教育 但是改不了他的路 他就是要走 很久 今天是九十年 这位 曼天生 就是十七期的 他呢 我们今天没有来 二位 入了二院 都两位 所以 他们是十八期的 这个小老弟 是二十二期 最后一期的 我们在大陆黄埔 中央共产党 最后一期的大陆黄埔 所以他们 是一生 共产党的国家 毛泽东那边 他三十年 到那边 他一生 已经大背心 比较国家 所以 马总统 我们去年 马总统 亲自和我们 这些是国土 很普遍 招待他们 我们不要 好了 我代表 大家 多谢 清援我们的三军着词 希望他们无怠无忽 堅守自己的岗位 保卫我们的中华民国 多谢大家 谢谢